1 2 3 這球打成了在右外野方向 這個策略有時候我都覺得他是不是故意的 有點抓到對方頭部手的一個想法喔 拉回來再右斑邊結果穿越行程安打 蘇智姐今天單場個人得第二盞打也出現 這個時候又再度來突破吳博威的封鎖 哇三個壞球的情況之下 機械出棒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王伯萱今天的聲音也非常的興隆 這個時候趕快進行回傳 不過還是有推進跑者喔 二壘上的陳永基往前推進一個壘包 來到了三壘 很好給打者 皮球就出手 進攻的是陳永庭打出籃打 現在帶有打點了 三壘上的陳永基回到本壘攻下同一式的第四分 陳重庭這個時候打出關鍵的安打帶有1分的打點 4比0 打得還是非常強勁 穿越了三有防洩的行程安打 要不要拼本壘呢 這個時候呢 決定比較謹慎為上啊 所以來到了滿壘 蘇智姐停留在三壘 林丹人則是敲出了單場個人的第二盞打 這球拉回來右半邊界外 哇這如果是界內可能是青蕾的重傷害 這球拉回來在右半邊還是非常的強勁 這真的要變成重傷害了 1分回來 第二分也要回來 現在看看第三分有沒有機會能夠回來呢 也回來 哇這個時候直接是一棒青蕾的阿爾雷安打 擴大同一式的領先為7比0 三隻獅子都跑回來了 我覺得探討的是 會不會是剛剛教練團這邊暫停之後 就是說你全部都給我投資球 對 都只有訴求啊 對 否則在 因為剛剛小黑在上一球其實已經打得非常的扎實 尤其是直球的部分 在這一球的配球上可能就 需要有一些討論的空間 就是說 小黑在上一球掌握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在這一球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些變化球的配球 來去破壞他的節奏 小黑這一棒真的是重傷害 直接打下了三分打點 這個時候呢 又是讓台港決定要進行投手的更換 這個時候來進行投手的更換 換上陳偉浩來戰場投手球 今年在一圈獲得大量出賽的機會 出賽了28場 兩勝一敗的成績 拿到三次的中繼成功 滾地球穿越了游擊方線性 全打現在要不要拚 要拚本壘這個回傳球 中間被卡頭下來 所以分數還是回來 陳傑仙也敲出了帶有打點難打 攻下同一式的第八分 跑壘的是小黑邱志誠 所以繞過了三點之後呢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減速 陳偉浩在沒有辦法取得好球速領先的情況之下 他只能投到紅中去被捷線狙擊 那以捷線來講 基本上你只要投到他的 他的熱區 應該說他沒有什麼熱不熱區 應該說只要投到好球袋的話 基本上他就滿有機會給你形成安打